之後開始模仿統神講話 說他講話 大家好我是鳳哥 昨天又出大事了 首先金宣豐的自信沒意外的話就收尾了 昨天Toyce說 他沒有真的要拿金宣豐一千兩百萬 他從來不是因為一千兩百萬講金宣豐的事 要的只是最後一點點尊嚴 因為該賠的都賠了 他提到他當時沒有立場講合約條件 所以簽的跟沒錢一樣 就只是個君子之約 所以認為金宣豐的問題是誠信 覺得他沒有做到口頭承諾Toyce的事 就是他以及他的朋友都不會講出去 不過自己願意放下這件事 也跟丁特溝通過怎麼解決 就是因為現在是觀眾說了算的時代 所以請金宣豐想一個讓觀眾買單的解決方法 如果有賠錢的話 他會把一半的錢拿來做善事 之後就是等金宣豐回應了 不過應該放不起什麼風浪 現在戰場已經轉移了 來到統神大戰館長加Toyce 因為上次史丹利事件的最後 統神有出來評論 他說如果館長真的找Toyce簽約 那陳吉思汗的代言人就是一個販毒炸毒的垃圾 統神就要抵制陳吉思汗 那首先應戰的是館長 他表示聽完統神的話 差點氣到腦中風死在家裡 館長說要罵就罵他 不要搞到他欺業 他下面有400個員工要吃飯的 還有員工是銅粉 覺得自己在做震誕生意 認為統神要睡著嘴他可以 不應該像那些政黨一樣用抵制的 請統神高抬貴手 也表示不懂怎麼就跟統神不好了 之後開始模仿統神假話 說他講話好像差了按摩板 表示沒有辦法跟統神講道理 因為統神邏輯死亡 所以跟統神好玩就好 同時糾正統神 他是找Toyce合作 而且因為Toyce會先給館長150萬 合約完成之後館長才會給Toyce300萬 所以館長說其實是對賭 或者是贊助 並不是代言 那請統神先查清楚再評論 因為統神講兩句就會上新聞 然後被新聞用錯的詞去黑自己 如果統神講到這個約這麼爽 那敢不敢來簽 同時表示Toyce確實是垃圾 不過可以回收 但是如果連垃圾都做得到 統神做不到 是不是連垃圾都不如 後面說其實統神講 抵制健身房說服力極低 因為他是山高隨時都要走掉的人 你是抵制不了的 因為你看起來就像一個 準備要中風 或是高度糖尿病 或是隨時會他媽的走掉的 你是一個極度不健康的人 當你極度不健康 又不去健身房訓練的時候 你跟你的族群說 最後請粉絲問統神尿尿看不看得到雞雞 不過館長說其實不可能跟統神翻臉 因為他是神經病 他們之間永遠是平行線 只有護嘴做做效果 之後退血參戰 他肯定是直接停他、師父、館長 所以講的都跟館長差不多 順便嘴了統神是個巨嬰 沒有業界道德 會發別人版權砲 還有當初天涯明月刀事件沒改名 以及統神跟小亮五萬的事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之後也會做影片講解 最後Toyce呼籲大家 抵制統神的戰隊跟贊助商 那我們就一起抵制統神的戰隊 任何跟統神有關的贊助商 跟統神有關的業配遊戲 他覺得統神說抵制成績師 還是對人不對勢 要求統神道謝 沒多久之後就開始燒 李克太太跟愛麗莎燒麥克成的事 可能又要開一個新的戰場了 之後就來到統神的回合 統神看了館長這麼有效果的直播 肯定又不爽了 針對館長說的逐一回擊 第一點 對館長用垃圾Toys作感來練 來像統神垃圾都不如 他訪問館長 全台灣很多人都沒練 難道全台灣很多人都連垃圾都不如嗎 而且他也不想跟放毒炸毒的人在同一家公司 並且表示自己當時說的簽約是簽史丹利的那一份 不是Toys那份的內容 也說確實自己不如Toys 不像他那麼會炸毒 同時說Toys跟金旋風的合約三片也沒說要刪掉影片 而且事情爆出來的是周周 Toys幹嘛要找金旋風拿錢 第二點 統神用館長也害中天員工事業來嘴他雙標 回擊館長說員工要吃飯這一點 他以中天評論政策照NCC聯罰三次 但是法官認為有合理查證這個事件當例子 他一噴館長沒有證據就說中天是紅媒 問館長有沒有幫中天講話 而且表示健身房倒掉的話要怪就要怪自己 因為是他自己要找販毒炸毒的人合作 第三點說Toys跟史丹利做的是一樣 怎麼就變成對賭不是代言了 之後開始大談邏輯 說館長常常講未邏輯 統神說是先有館長要簽Toys這件事 還有後面Toys提出對賭 館長卻把簽約講成對賭 是邏輯錯亂 第四點 對於抵制成績是漢 統神表示只要不爽就可以抵制 例如麥當勞或者三馬獎價了 統神也說要抵制 他們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所以他說抵制不會怎樣 主要看是有沒有抵制的原因 之後統神分享了他花了10分鐘想出的完美劇本 首先是Toys直接進去關不要上訴了 因為關完出來才符合館長說的要幫助更生人 不過Toys說他關過三個月也算更生人了 反正基本是關完四年後 館長在Toys被驅逐出台灣之前幫他訓練 之後Toys就可以剛好回香港跟中培生打拳 因為他覺得Toys經過四年應該沒流量了 館長再跟Toys來說就不用被說成風向仔指揮流量了 這樣對所有人都好 最後回嘴館長說他蹭 說館長之前蹭到天南明月道跟小亮事件 說館長才是最會撐的人 順便噴Toys當時瘋狂舔嘴唇的事 大家好我是豐哥 統神上次對館長大談邏輯之後 又讓館長不爽了 在隔天開啟直播反擊 他說沒有心力去管統神的事 只把統神講的話當成笑話看 當成消遣娛樂 統神這種小人言論他不想去理會 不過還是噴了統神40分鐘 他說不如把時間花在政治議題 社會公益上面 他說他是為人民服務的人 是個責任重大的男人 他還有更大的目標 我的員工四五百個人 兩千多個廠商的員工等著我養 我有這麼多的信眾 等著我領他們上街頭跟政府對抗 台灣很多事情需要我去改變 我也要養員工 我也要很認真的賺錢 開台 養所有人的小孩 努力的求各位買我的商品 恳求各位買我的商品 加入我的健身房 我是一個責任重大的男人 跟你完全不一樣 他說大家要看得出來 這九年他做了什麼 順便噴了民進黨一頓 一個民進黨他做的那麼差 做的那麼壞 做的那麼不合理 貪了誤了那麼多錢 開槍蓋的病病叫 所有的行難都辦不出來 洗錢放人跑 88槍辦不到 開始貪光電 開始貪綠能 整個政黨就跟你講了黑金大鍋 還是有這麼多的支持者 37%的支持者在支持的民進黨 台灣的人就兩千萬人 居然還有六百多萬人在支持民進黨 做的這麼爛 殺人的放火的開槍的 掛鉤的 連他們都不怕了 館長簽了一個 Toys 怎麼了嗎 表示如果統神這麼有正義感 那請統神開始批評黑道 流氓 還有槍支 館長認為自己批評的都是 統神不敢惹的政治人物 跟黑幫 而統神只會在那邊 臭跟磨黑自己 他覺得統神的身材跟體態 就是在抵制全台灣所有的健身房 就像一個乞丐說要抵制有錢人 有資格講抵制嗎 搞不懂自己講的怎樣嗎 由統神批評健身房 對他來說只是侮辱 說可惜糖尿病 高血壓 心臟病 中風 沒辦法做成代言商品 不然統神一定是最佳代言人 他問統神到底拿什麼跟他比 看不到腦餓的肚子嗎 他說身為一個男人 統神的身體是懶惰的代名詞 一點都不立志 一副快生病的樣子 而自己多年來刻苦努力 這麼受歡迎 這麼多人喜歡 一樣是網紅 自己當老闆 統神卻連親人都能鬧翻 自己在發工商 統神卻在接工商 他覺得以這個社會地位差距 統神有什麼好湊的 認為統神是在記錄Toys的合約 但可憐統神發他工商他又做不到 他說有料的實況主總不缺觀眾 沒料的實況主總是做一場戲 被大家取笑 引來一堆酸民 還以為自己一時的流量很高 館長表示如果這些流量能讓統神賺錢 就當館長可憐統神讓他吵 讓他趁館長跟Toys一點點流量來爽 畢竟統神做直播那麼多年 人數難看成那樣 他相信流量會說話 到時候Toys訓練的影片肯定很多人看 而統神只會繼續 剩一張嘴 不如做點什麼幫助社會 他認為統神講話沒有邏輯 又不道義 沒有道德 那些覺得統神講話中肯的人 跟統神同一個頻率 他沒辦法跟他們溝通 他表示什麼人就按什麼粉 什麼狗就按什麼狗兒子 反正在垃圾的人都有人愛 例如Toys 但是Toys的流量是統神20倍 那統神是不是連一個炸氣吸毒的垃圾都不如 覺得統神當初也炸毒小量 同時他不認為這次對戰有利風 因為他有兩萬人在看直播 反觀統神人數只有幾千 他說雖然有很多侮辱言論 不過是統神要自取其辱 也表示自己沒有人身攻擊統神 只是客觀評論 那碰統神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之後順便交代已經跟Toys簽約 然後他的對手中培生也開始練拳了 之後就輪到統神的回合 統神表示 第一點 自己跟館長通那麼多次電話 從來沒有對他 叫館長不要亂扣別人帽子 成熟一點 不要像個屁孩 講一些fucking words 第二點 統神說糖尿病早就降下來了 不要只顧著湊人 去更新一下資訊 第三點 統神說黑道有警察去抓 干統神屁事 第四點 他覺得館長欠Toys 就只是想要流量而已 全台灣這麼多更生人 怎麼不去合作 還說幫助更生人 是在虎誰 何況現在還只是一省 第五點 統神認同自己流量低這一點 不過認為館長人身只有流量 沒有是非對錯 最後叫館長有種就接扣印 不要一直人身攻擊 不過館長還是回那一句 請什麼要接你的扣印 那事情就到這了 我們下次見 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Meyer 要 要 我 看 要 打開 一起來 有 用